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9号,星期一 今天早上股市在开盘之前就大幅度的上涨 开盘之后又冲这个道琼斯指数冲向了超过1500点 现在已经是29,055点 那么很可能在近期就会突破3万点的大关 有人说这是不是华尔街表示对拜登当选总统的一种支持 其实不是 今天最主要的一个消息是美国有一家制药公司 世界文明的叫辉瑞公司 他们宣布这个疫苗近期就可以上市 就可以用于运用了治疗 据说这个疗效已经达到90%以上 90%甚至更高 所以现在看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也有人立刻就把这个说成是拜登的功劳 拜登自己也和这个哈利斯他们现在发推 比如说他们现在马上就开始 他们已经开始工作 要推动防疫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说的好像有点过于的渲染 好像一个还没有真正被落实为继任总统的这个人 好像这些功劳都要落在他身上 这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那么且不说在这之前 我们看到7月份 美国新闻周刊就有一个报道 说川普行政当局 就是投入大笔资金给辉瑞公司 支持和鼓励他们开发疫苗 而且呢 在他们开发出来之前就 签署了一个合同 就是要花多少亿美元来购买 购买他们这个即将推出的疫苗 所以呢 那即便疫苗到这个比如说有患者身上使用的时候是不用花钱 不要把这个功劳都把这个好处都归到拜登身上 因为拜登这样的人总是说免费免费 但是免费这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是有人花钱有人投资了 对吧 美国政府已经事先花钱签了合同要购买这些药品 那如果不收费的话呢 就是说政府把这个钱就无偿的用在了纳税人身上 用在了患者身上 而且这个负担呢 是由纳税人来承担的 而不是说 卖好都卖给某一个政客 政党 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 有关这个大选作弊的问题 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呢 说是捕风捉影啊 阴谋论啊 谣言啊 根本不可信啊 就说不要去做梦了 反正这个结果是不能改动了 这个现任的总统 很快就要下台 然后继任的总统就是拜登了 这是一种说法 对吧 还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 现在呢 拜登在好几个州都提出法律上的这个诉讼 要求呢 对相关的票进行核查 有的要重新计数 有的要核查他的真实情况 那么现在在若干个州都已经开始进行 而且最高法院大法官 已经下了第二道命令 要求要把这个后来的头的票 和以前那个票要分开 这个前面呢 有一些宾州的一些县 就支支不理 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下的命令 居然支支不理 所以大法官不得不下第二次命令 所以呢 必须按照这个命令来执行 如果把这个后来头的票 跟前面的票混到一起 这个将来就说不清了 因为我们知道 根据宾州的法律 这个早就通过的 不是现在才有的 就是说 在选举日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八点之前 收到的选票是有效的 这个选举日当天晚上八点钟以后 收到的票是无效的 所以大家都还记得 这个选举日当天晚上 川普在很多州 尤其是在摇摆州都是领先的 那么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 11月4号凌晨4点钟以后 居然会涌来大批的选票 据说宾州一下子就来了 十几万的选票 说是都是投给拜登的 那么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 很多人都回家休息了 现场有没有监督人员 监票人员 有没有这些按照合格的程序 来进行计票 而且呢 后来根据宾州 密西根州 其他地方的实践 一个晚上 全力以赴的去计票 只计出了七千张票 而且有一个人 工作人员回忆说 他这个当天晚上 计了一晚上 就计了七千多票 还剩下一万六千多票 是在凌晨四点钟送来的 但是没有来得及计票 结果呢 到了凌晨 七点钟的时候 突然就宣布 到凌晨七点钟 突然宣布 十几万票 就投给了拜登 计票完成了 所以连工作人员 都感到很诧异 因为到他们五点钟 离开的时候 这个根本就没有进行 那些计票 对新票没有进行计票 那么假如说从五点钟 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 到这个他们宣布计票完成 只有两个小时时间 两个小时时间 完成了十几万 十三万张还是十四万张票 的计票 这个是不是一个奇迹 而且是在没有人 监督的情况下完成的 所以这么多的疑点 为什么有些人 就像笼子和瞎子一样 完全置之不理呢 他们总是说你们在搞阴谋论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的讨论一些细节呢 对吧 现在网友 细心的网友在网上搜集 包括这个美国各个地方的选民 他们的切身感受 一些当地选举官员 他们说的话 很多这个权威人士说的话 他们都一一记录下来 现在总结出了至少有十六种作弊的方案 包括一开始就是说有这个邮寄上说 丢弃的选票 废弃的选票被丢在垃圾场或者其他的地方 这是有益的还是人为的 还是还是说无益丢失的 这个实际上的现在已经是不难分析清楚了 对吧 还有呢 有的地方他让你填选票的时候 递给你的是一个marker 就是一种很大的那种就是标记笔 这个标记笔一般是用在那些比较大物件的这个标记上面 如果你用marker笔这个去涂抹 那个很小的那个橢圆形 很可能就涂坏了 而且那个是不被机器识别所接受的 就成为废票 所以这是有益的一种 有益的一种误导 把你带到沟里面去 还有呢 就是说让死去的人投票 有的人已经死去很多年了 而且不是第一次 若干次被作为假的投票人出现 后来核查了一下 仅在宾州就出现了 这个两万以上死去的人 两万以上死去的人投的票 居然被他们称为是有效的票 所以这个是颠倒黑白 非常的恶心 是吧 然后呢 那还出现了很多地方 有这个 从出生年月上来看 有十九世纪出生的 有二十世纪初出生的 都活了一两百岁 那么有大批这样的人类高龄 就很少能找到 因为美国现在记载的 现在活着的年龄最大的人 比如说有一百一十几岁的 或者最多是一百二十岁 这已经是到顶了 这样的人也是非常罕见的 也都是有记载的 怎么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 成百上千的 这种一两百岁的人 都是集中在某一个州 某一个县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个是一种明显的 公然的欺诈 还有呢 就是一人多头 其中有一个人叫 Jeff Jeff 叫Sharman 好像我后面的名字忘记 是不是叫Sharman 这个人呢 他呢 自己 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吹嘘 他说 我一个人投了29次票 而且是在不同的州 不同的地方投票 投的结果都是投给拜登 这是他自己说的 他用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州 不同的地方投票 投的结果都是同一个人 投了29次 像这样的人 如果要是查出来是真的话 真应该是判刑 因为他是公然的破坏选举 在美国这是一种罪行 应该入罪 逮捕 所以呢 这些事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 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还有计算机软件 有一种叫Dominion的计算机软件 你输进去的人 比如说你投给川普 结果这个票最后输出的结果 计票的结果是投给了拜登 所以呢 不是在一个地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在很多部机器 而且是不同的线 不同的州都出现了 用同样的这种Dominion软件 得出的这样的一个颠倒黑白的结果 还有呢 就是说 有一些想办法的就是 突然在凌晨的时候 他把那些监票人都赶走 有的还不是凌晨的时候 就是大白天 他就有把监票人赶走 或者让他们在非常远的距离 在60英尺以外 然后呢 又用党板有意的把工作人员 处理票的情况的情景给隔离开来 不让监票人看到 那这还叫什么监票呢 就等于取消了监票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选举的时候 有唱票 公开唱票 那都是有人 有几个人要复合的 在美国没有那么多的人工人手 但至少要有人来监督这样一个计票的过程 如果机器出现了故障 出现了失误 那就应该有人来及时的校正报告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计数错误 有一个地方计数计票的时候 多加了一个零 你想想多加一个零就不得了 多加一个零 他多加了一个零 他说事后又把他校正过来了 但是假如说没有人指出 没有人把他盯着 把这个事情校正过来的话 那不就已经成为这种误导了吗 就造成了一种选举不公了吗 这样的事难道仅仅只有一例吗 是一例还是普遍存在 然后发现了以后 马上搪塞过去 说啊这个我们已经校正了 那么还有很多种 这个各种各样的怪的现象 所以说这些呢 都是我们应该追问的事情 就是联邦最高法院 已经核准进行查核查验 对吧 所以呢 现在这个有人说 外国其他国家元首都已经发电 祝贺拜登当选总统了 那个没有用 无论是媒体宣布 谁谁谁当选 还是外国领导人提前表示祝贺 那个都是没有用的 那只是一种舆论战 舆论宣传公式 什么时候才能正式的来表示祝贺 我觉得外国领导人啊 元首应该有一个基本常识 只有当美国总统 在1月20号 手放在圣经上宣誓 就任美国总统那一刻起 他才算真正当选为美国总统 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才能够在那之后才能够 理寻美国总统的职责 所以呢 国家元首领导人 有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跟这个国家的一种亲密关系 喜欢抢先来这个表示祝贺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这是一种政治不平不成熟不自信的表现 如果一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有着内在的连结 这个思想战略文化 各个方面理念都接近的话 你在乎要找那么一天半天的吗 不用着急 对不对 等到人家正式的成为合法的总统之后 你再去发电表示祝贺 所以这个方面呢 做的不成熟的 除了有些国家以外 还有这个台湾的蔡英文 这次表现的有点过于急迫了 这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大忌 这个蔡英文 从他当选总统以来 我们一直都是支持他的 但是现在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实际上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 就是说很大的麻烦 我觉得他是一种政治短见 这是急于的想跟新的领导人建立起 这样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 与其这么抢那么几天时间 不如静下来 静观等待 你看看 不管怎么说 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 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到现在 都没有正式的表态 有人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 按道理来讲 中共领导人应该喜欢拜登 讨厌川普 尤其是习近平被川普多次的 这个言语上的这种戏弄 指责 肯定习近平 习近平内心肯定不高兴 对不对 那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就抢先 向拜登表示祝贺才对啊 为什么他现在迟迟的不表态 而且呢 还是个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被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还问官方的语言说 我们已经注意到 我们已经注意到 有一些媒体已经报道 说这个拜登当选总统 但是他并没有表态 没有说中国领导人 直接要向这个 现在这个 就被认为是当选总统的人 去表示祝贺 这个就跟中国外交部一贯的风格 不太一致 所以非常的蹊跷 有的人分析啊 说可能是习近平有意 看你们美国自己 在民主机制出现了大的问题 你们自己在撕裂 我迟一点表态 让你们互相撕得痛快 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 我倒不觉得 这个是有可信 很大可信度的 然后俄罗斯迟迟不表态 但是我刚刚看到网上一个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说俄罗斯刚刚发出了一个新闻 说俄罗斯将向任何一位当选的 美国总统表示祝贺 他就说不管是谁 你当选了 我就向你祝贺 就表示了这样一种态度 我们会跟 我们会积极的跟任何一位当选的 美国总统进行合作 这话人家说的也没错 谁当都一样 谁当我们都要想办法 跟你搞好关系 试图跟你合作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技巧的说法 那么现在呢 到底谁是 总统 其实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权威机构没有宣布 比如说美国的 这个总统选举委员会 没有宣布 但是呢 CNN不知道是有意的 还是还是无意的 弄了一个乌龙事件 什么乌龙事件呢 就是宣布 美国选举委员会主席 艾伦 艾伦这个是一位女性啊 说她 说这个没有发现 大选中出现了舞弊现象 然后这个消息一发布以后 被中央电视台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如获至宝 立刻就说了 你看美国总统选举委员会主席都说了 没有发现任何舞弊的现象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位艾伦女士是前一任的选举委员会主席 现任的选举委员会主席不是她 叫Trenner 既然是Trenner的话 Trenner没有表态 而且Trenner在这之前已经说了 他认为已经确实在一些地方 发现了舞弊的现象 我们还正在努力的在核查之中 这个他已经Trenner已经说了这样的话 所以呢 现任的选举委员会主席认为 是有舞弊现象存在的 并且正在核查之中 而这个前任的说了那些不管用 对吧 所以这个说法呢 中央电视台也是被美国的CNN误导 放了一个乌龙 所以呢 现在没有一个权威机构 为拜登背书 无论是美国的国会 没有 对不对 另外选举人团还要有个投票的过程 只有到选举人团投票 正式投票之后 那个结果 以及在国会如果通过得到批准 对吧 这两种情况都是算是比较权威的认定 那么所以这几种权威机构权威的程序都没有走 你怎么可以说铁板钉钉的某人当选了 那只是你的一种猜测 这种趋势 你可以说 你认为谁可能会当选 这都可以说 所以到现在为止 真正负责任的媒体所说的方式呢 都是说预期下一任的总统是拜登 预期拜登当选为这个下一任总统 都是这种比较审慎的措辞 而不是直接宣布他已经成为总统 我刚才讲了 直到1月20号 总统宣誓之后 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美国总统 所以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看看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猖獗的一次舞弊的行为 会不会被核查清楚 会不会逆转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 剔除了那些作假作弊的选票以后 川普在几个摇摆州仍然是领先 而且呢 是明显的能够赢得这场大选 所以说就看这个核查的结果 以及最高法院的裁决 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次这样的例子 就是选举投票 似乎某个人当选了总统 甚至新闻大标题 已经炒得全世界都知道谁当总统了 但是呢 过了几天 突然宣布 就是说经过最高法院裁决 真正当选的人 不是先前媒体所报道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事情呢 应该避免尴尬 大家还是要审慎为好 不要那么急迫 不要那么着急 然后这几天呢 川普好像有点沉寂 川普呢 因为他发言被推特 Facebook 就脸书啊 都等于是封杀 他说什么几乎都被限制 不让他说 很少能发得出去 所以呢 他很郁闷 他又只好在其他的地方 来做一些发言 有一个新的软件平台 新的社交媒体平台 叫Parler Parler跟推特功能比较类似 但是做的没有推特做的好 我昨天刚刚注册 这个刚刚上去 感觉到用起来还不太顺手 感觉到用起来还不太顺手 希望Parler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 更多人投资 然后呢 更多的技术人员参与 能够把它做得好一点 甚至超越推特 因为推特现在对这个舆论媒体的控制 也是蛮厉害的 所以呢 推特也不是一个自由发言的平台 那我去年曾经被封过一次 后来经过国会议员呼吁之后呢 很快 大概在几个小时之后 就恢复了我的这个账户 那现在呢 我还是有点担忧 万一哪一天他突然给我疯了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Parler上面 已经提前做好了预备 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推特 因为推特上 我已经从2009年6月份 就注册成为推特用户 你想想这十几年 积累了大量的这个个人的信息资料 所以如果把它删除的话 或者不用它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Parler这个确实 用的也不是那么很顺手 Parler上我注册的名字 还是跟推特上一样 就是拼音夏夜良 还是你们这一搜就能搜得到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刚才讲到 川普总统 据说这两天呢 这个没有参加什么公众活动 还打了一场高尔夫球 也有些传言说 他家人都劝他放弃 干脆接受结果算了 后来又有人说 这是谣言 就有意的在动摇军心 说他家族里边几乎都不支持他 继续抗争 其实这个说的都不对 但有细心的网友指出 说拜登副总统到哪里去了 还有川普总统的女儿和他的女婿 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最近没有他们的阴性 他们是不是正在忙于跟这个法律诉讼 查核这个各个州的作弊情况有关呢 还有那个有一位有名的律师 叫林肯伍德先生 这个先生呢 非常有名的律师 打赏了很多个重要的官司 包括对一些主流媒体的起诉 还有保护一位高中生 不受媒体伤害 在这些方面 还有呢就是说 有一个警察 当时被黑命贵运动的人 这个要追杀的时候 他回过头来 就是开枪去打这个黑人 为他后来进行辩护这个事情啊 这个律师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现在他正式的为川普来进行 这个这方面的诉讼 另外还有一些律师 也是非常有名的律师 甚至表示说 可以无偿的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大家都意识到 这场保卫战 不是保卫总统个人 而是保卫美国的这个选举制度 保卫美国民主的根基 如果要是讲美国民主制度 出现了腐败 舞弊行为 那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世界灯塔之国 就可能会陨落 会倒下来 所以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并不是说 非得要让某一个人当总统 我们是看重的是这个竞争过程的公平 公开透明 而且有很多的疑点 大家都知道 这个拜登在这个大选之前 曾经在推特上说了一段话 大意是说 无论你们是投票支持我 还是反对我 我都会是你们的总统 这个话说的当时我们听了以为 只不过老年痴呆症的这种胡话 结果没想到 你现在仔细想一想 这话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无论你怎么投票 我都不在乎 我最后还是你们的总统 而且这种话 这种就是说非常 让人听起来感觉到 类似于一种奇葩的这种说法 这种带有一意的这种说法 不是一个人嘴里说出来了 哈里斯也说过 佩洛西也说过 还有那个希拉里 克林顿也说过 难道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 都说同样的话吗 还是说他们本来就有一个阴谋计划 这个阴谋计划一旦实施的话 就不管你怎么弄 最后拜登一定会当选 所以这个情况呢 这就说明有财团在背后操纵 然后有一些政客 都在一起配合 再加上一些媒体 主流媒体呢 几乎呢 已经丧失了 新闻专业工作者的这样一个职业操守 对川普 川普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在任总统 对在任总统说的话 几乎都不欲报道 甚至他这个演讲的时候 讲到某一段话的时候 完全就停播 几个主流媒体都立即停播 是吧 你当然你对川普有看法 有意见 你可以批评他 你甚至把他的一些说的不对话 不对的话向全世界曝光 但是你没有权利 就是把他的一段话给删掉 不让世界受众了解 这不是新闻职业 职业工作者的操守 对吧 职业操守 就是哪怕是希特勒 在发表反人类的演讲 你的责任就是要忠实的记录 把这些东西留为历史的档案 作为一种罪恶的证据 而不应该说你随意跳过 说这一段我不喜欢 我就不录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媒体呢 真的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过去有人说 只有一家媒体是支持川普的 就是福克斯电视台 但是在大选之前 福克斯电视台的态度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川普本人也骂过多次 福克斯电视台 所以川普是彻底把媒体给得罪了 得罪了以后呢 你看看几乎没人帮他 就包括现在在核查 在各个州出现的这个作弊的现象 一个一个真实的案例 都没有主流媒体参与报道 只有一些比较影响力比较小的 地方的媒体 还有一些网络媒体在报道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 有人说这个中文媒体里边 就是大纪元在报道 在持续坚持报道这些东西 那么很多媒体都会 这个看风使舵嘛 就是说一般人都会是 比较势力看风向 所以呢大纪元 法轮功媒体呢 确实有一些过去报道不准确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人为的因素 我们不清楚 但是的确过去有不准确的方面 但是这次 他们还是积极的 试图把舞弊的现象给揭露出来 我觉得只要有图文 有这个视频 有原始的记录 这些东西把这些证据呈现出来 那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们不用去 整体的否定一个媒体 或者整体否定一个形象 而是要看他具体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无论CNN 还是CBS 还是NBC 还是说其他的美国主流媒体 包括一些主要的报纸 如果他们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像纽约时报 他们如果能够派记者到现场 到这些发生争议的摇摆州 出现舞弊的这些现场 去具体的报道和记录 一些当事人所说的话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 跟他们的大报的形象相吻合 而现在纽约时报的中文版 给人感觉读起来 很像是人民日报 很像是环球时报 另外像金融时报的中文版 还有其他的一些 大家感觉到现在 过去一些西方的大的媒体 现在似乎他的口吻非常像中共 到底是中共的资金渗透了 还是人员渗透了 还是二者兼之 还是说有一些西方的媒体人 已经被搜买 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疑问 有人说不要老是阴谋论 但是呢 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事实 应当把它认真地记录下来 跟以后来进行对照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保持警惕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最先进的国家 它的制度 它的各方面都是先进的 但另一方面 它也不是完美的 它有很多的这个缺陷 有的可能是一开始设计上的缺陷 也有一些是后来几十年 出现了一些扭曲逆转 发生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美国需要 及时的修补漏洞 改正自己的弊端 美国才能再度的伟大 所以为什么川普当选总统的口号 就是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就是美国被政治正确 一些无极限的左派倾向所误导 导致美国传统价值观 很多美好的东西都被抛弃 社会堕化现象严重 那么这种情况 不应该让它长期持续下去 所以川普作为一个政治素人 所谓政治素人就是说 他不是传统的经典意义的政客 他是误打误撞进去的 这样的一个商人 他这个四年的业绩 很多人贬他 把他说的一无是处 但是我相信 若干年之后 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就像当年里根 刚刚上任的时候 也是一片骂神 嘲笑他 说他没有文化 说他是好莱坞的三流演员 说他完全没有政治经验 和政治智慧 但是后来 现在当里根逝世 若干年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讲 里根已经是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优秀的领袖 世界级的领袖 而且他是美国历史上 能数得上的 最优秀的总统之一 所以川普到底历史 对他怎样评价 以后会有一个 比较公正的评价 但这四年的实质性的 这种成果 已经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如果要讲有意的歪曲 完全忽略 说他什么都没做 只做了恶的事情 没有做好的事情 这样的说法是有失功云 甚至是恶意构陷 好的 我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